在俄羅斯莫斯科的一間購物中心 當地時間是就是今天的凌晨傳出了火警 那麼受災的面積達到的是7000平方公尺 至少一人死亡 我們看到這畫面真的是出目驚心 熊熊的烈火 這座大型的購物中心就是在俄羅斯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屋頂是有150平方公尺 是失火了 那麼一個多小時之後 火速迅速擴大到了7000平方公尺 有部分的建築物 甚至有出現倒塌的情況 那俄羅斯的官方就表示 起火原因非常可能是人為的縱火 包含消防單位也警告了 這一場火災 非常可能會波及到周圍的建築物 所以相關單位都準備好 用飛機來滅火 而目前已知至少造成了一人死亡